请大家看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这不是油画 这北京的蓝天呀 我电影不是杀青了吗 我不是回到北京了吗 回到北京往天上一望 天哪 怎么能这么蓝呢 正蓝正蓝的 这词都没有感染力 我就想起来陕北老乡说 蓝个盈盈的天 哇 真是蓝个盈盈的天哪 你说太蓝了 而且这么美啊 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吗 不真实的感觉 强烈的不真实感 居然这么蓝的北京蓝 但是我告诉你 这就是事实啊 中国古人说到蓝天 大家最熟悉说什么呀 远上还是石敬祥 白云生处有人家 还有白居易长恨歌里面 怎么讲云彩 黄埃散漫风潇索 云战盈雨灯剑阁 李白 那牛大不了 讲天生的云彩 万里浮云 卷壁山青山中道 刘胡月 李商尹 那就缓和一些 但是那意境 缓出烟波起 如渡柳棉飞 总而言之 天上的天那么蓝 然后呢白云 白云各种各样的 不断变换的形状 诗人看了以后都得做诗 咱们老百姓 咱们做不出来 咱就说 天哪 妈呀 怎么那么蓝 还记得几年前那件事吧 有个著名的主持人代言的 美国NGO组织资助的 现在看起来依然十分可疑的势力策动的 还有当时的网络沙谎 互联网沙谎 大力推广的 还有24小时推广到全网形成 现象级传播的 我说了五条啊 我用这五条来刻画当时的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纪录片 当时弄的动静太大了 突然之间就把这么一个东西 就推到所有的用户的手机上 这种传播比后来的什么什么方法日记 还要红火 大家一定记着 当网上突然间有一个东西 形成现象级传播 就每个人你看不看都得看到的时候 切切不要以为是个随机现象 自然现象 赶巧了 隔壁王奶奶说一脚踢出个屁来 赶到当口上 没这回事 后面有手 一只看得见的手 一只看不见的手 看得见的手 比方说当时的互联网沙谎 你主管部门的领导啊 他推啊 看不见的手呢 资本的意志 国内外资本联手 资本野蛮生长啊 人家推这个东西啊 你说湖北的 武汉的 那一个碎嘴唠叨的 比我年轻还大的一个老姐姐 写了那日记 那里边错位字 他都不改 他说 他那本来就是一个将来写小说的素材 他怎么就能够 现象级传播 每个人都在看 方块 八个角 八角日记 怎么就能海外迅速 英文版 德文版 法文版 秒速出版 为什么 后面有手啊 刚才我说那部片子更是啊强力推动啊 一时就搅得天昏地暗 那部片子就把北京当时的环境 中国当时的环境 抹得像国底黑一样 国底黑一样 黑呀 一顿 耸人听闻的骚操作之后 那个片子最后开出的药方 有那个说话很温婉的 很有一些知性美丽的女主持人的话来讲 最后中国怎么解决环境问题 是你提这个问题啊 美国人家的这种的能源企业是几万家 而中国中石油 中海油 什么中石化 你是三桶油 是国企垄断 因此要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 必须要解构国企 让国企散了 变成几万家吧 像美国那样 说那样变成几万家小公司 中国的环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因为你不放弃国企 所以污染问题解决不了 那片子放完之后 很多人看着结论 居然相信了 我看了之后 我当时我就生出了念头来 哦呦 一大堆细节 一大堆煽情操作 目标是拿我国企开刀呀 那现在回过头来看 过了这么多年了 三桶油 中石油中海油 中石化 接铁人们 没有 还是国企 北京的环境怎么样了呀 蓝蓝天上白云飘啊 蓝个盈盈的天呐 蓝的真好看呀 你把李白杜甫请回来 白剧请回来 照样可以做出像样的诗来 所以我在这谈话短说 就总结一点经验吧 可见美国的药方不见得都灵验 美国你那样 我们不那样 我们不是也中国环境治理不是起的很大成效吗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呀 谁没问题呀 司马南也有问题呀 2010年花25万美元 美国买了个房子 不是你司马南的问题吗 我正在外出事检讨 检讨多少次了 我们集合会中西理论组要开除我 那中国的环境污染还是有问题的 但是你美国没有问题吗 中国有问题 我们就要按照美国的药方来解决问题吗 现在我没按你药方 我没把国企全拆了 北京环境空气质量是不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呀 天蓝不蓝 我就问你天蓝不蓝 我刚从那个太阳回来 哇 这么蓝 真可爱呀 刚刚立秋没几天啊 秋高而气爽 你现在你回头再看都是笑话了 那位当年牛气冲天 霸道的不得了的 互联网沙皇叫卢伟 嘚瑟没几天进去了吧 据说在里边检讨态度特别好 美国NGO组织在中国想要实现的目标 没实现 弄了一个大窝脖 就是遭遇严重挫折 那时间证明一个简单的结论 那就是中国人要坚定的走自己的路 我这么说 绝不是说中国人什么都要自己弄 什么都要按自己的来 你有好办法向你学呀 我们要向内行人公公进进的学 老老实实的学 不懂就是不懂啊 美国有好办法 德国有好办法 英国有好办法 你先进 你有经验 我们心态就so open 我们就向你们学习 没问题啊 改革开放不就是向你们学先进的东西吗 但是呢 对不起啊 你们那个不好的东西 我们不要学啊 如果你趁机偷塞私货 对不起 我们要杀窗 我们要炸篮 我们有一个叫人民民主专政的防盗门铁丝网 阻挡你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进来嘛 对不对啊 你玩的一个NGO组织 上面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现在完了 臭一大街了 现在你弄个片子 你再打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旗号 然后下边一大堆听起来名字乱七八糟的那种 所谓纯粹的环保的组织 哪怕你是女权男权 中国人现在也有足够的警惕了 关于这件事 著名科学家 丁仲里先生 我特别欣赏这位科学家 他不但是讲道理 参加国际会议 讲中国人为什么在国际会议上要强调 共同的但是有区别的政策 你们环境污染 你们排放臭牙 你们排放几百年了 你们人均能源消耗比我们多多少啊 现在你们要拿捏我们 你们定了规矩要我们必须来执行 不行得商量 丁仲里面对记者严肃的质问 丁仲里先生那句话极其有分量 非常之温暖 我听了以后眼泪都快下来了 丁仲里怎么说 中国人也是人啊 中国人是人 中国人是一些那善良的温厚的 从来就不准备欺负人的人 但是当别人戕害我们根本利益的时候 特别是笑眯眯的弄一个长得 有点姿色的主持人过来笑眯眯的准备 戕害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的国企全解散的时候 我们只能说对不起 我们讲坚定的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感谢收看再见